坐在沙发好快活 临时猛往嘴底塞 或是天天一杯手摇影 当作白开水喝 小心这些不好习惯 可能会害孩子长不高 根据亲子媒体调查 台湾孩童有运动 睡眠不足问题 其中更有过半孩子 喜爱甜食 把含糖饮料当典型 如果多的这个含糖饮料的话 大概就会影响到 小朋友的这个 生长激素的这个分泌 如果一口气喝了一杯 500cc的含糖饮料的话 很有可能会导致说 我们的生长激素 就是停止分泌 大概两个小时之久 最新国民营养健康状况 变迁调查 有高达91.7%的国小孩童 每周至少喝一次含糖饮料 每天喝一次以上比例 近高达35.8% 鲜奶来取代一般的含糖饮料 生长激素所需要的这个氨基酸 而且它其中也是富含 很丰富的钙质 也帮助骨骼的成熟跟发育 用鲜乳取代手摇影甜点 早晚各一杯 也能补充钙质所需 医养师也建议把握三大长高要点 小孩子要睡足够 建议到9到12个小时 要睡够的 就要帮助他生长激素的分泌 另外一个就是在运动部分 建议每周期是要到 5到7次的运动的一个次数 孩子发育不能重来 减糖生活从小做起 建立良好生活习惯 才能长得又高又壮 不会输在起跑点上 参选综合报导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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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